被害人跟車手面交 白花花的鈔票拿出來 埋伏的警方立即出面了 白上衣戴著棒球帽的 是陳姓富人 她看到警方驚慌的哭了 富人78歲姓陳 自稱是來幫朋友翻譯 朋友就是她旁邊 橘色藍色外套 挽著髮技的女子 菲律賓籍51歲逃逸移工 就是詐騙集團的車手 對面男子透過臉書交友 落入陷阱 過程中透露有100萬的定期存款 詐騙集團又打起了 這100萬的主意 這也讓被害人驚覺是詐騙 於是跟警方聯手抓人 怎麼也想不到 車手即使不會中文 語言不通還有翻譯 讓警方相當驚訝 車手還可以請翻譯 78歲的陳姓夫人是華僑會中英文 他說幫朋友翻譯每次會給他幾百塊到幾千元的酬勞 警方列為共犯偵辦 他也是目前南投警方抓車手最年長的嫌犯 之前的詐欺案 查獲帶著點鈔機的車手 這一次的車手帶著翻譯人員 詐騙集團的配置讓警方也覺得不可思議 TBS新聞陳家貴吳舒平南投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